什么样也是什么对的 那只臭猴子只配这种场格回复他 他约阳望U8车主上那个老短格是上哪的 那现在有个问题 如果人家忙呢人家没有档期呢 来看这个日本投降1945 正能量 如果人家阳望U8车主手上有工作没有档期呢 务工费你给拿吗 还有来回的这个 那个交通费你给拿吗 加油钱你给拿吗 充电钱你给拿吗 你凭什么让人家去啊 大家都知道啊 那只臭猴子上涮下跳 你想让人家去不就是想证明洋望U8不行 以此来抹黑这个国产高端新动员车吗 阻止国产车走向百万级以上高端品牌吗 不就是汉奸行为吗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你让人家去人家损失的费用你给拿不 你为什么要让人家去 不就是想抓着点把柄吗 如果我是仰望U8车主 你必须得先来见我了 你得给我签一份协议 我所有的务工费你得先给我 并且还得签一份协议 因为越野是有风险的 无论你是什么车都是有风险的 假如出现任何风险所有的赔偿 你必须得赔偿我 无论是车钱还是人身伤亡钱 你必须得赔偿我 你签完你来找我来签一份协议 代表你真诚请我去 对不对 因为是你想让请我去的 是你要请U8车主去 不是我们要去 你有需求啊 你有需求你得先付出我 是不是这个逻辑啊 对不对 表示你的真诚 你来找我当面签一份协议 把这个事好好聊一聊啊 然后先把我务工钱给我 所有的油钱啥都给我 然后我再去 你说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你就是在那口嗨啊 人家百万级别车主 家里好几台车 搭故你干啥呀 在这里也呼吁啊 所有的养万U8车主 不要搭故某些人 不要自降审价 没有必要向他证明什么 这个叫自证陷阱知道吗 就有人说 啊你偷了东西 人说我没偷 你偷完了 你吃肚里了 这个人为了证明自己没吃 把自己肚子抛开了 那不是伤害自己吗 这叫自证陷阱 听明白了吗 所以说啊 要看透这些帝国主义汉奸走狗 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理他们 听明白吗 至于我们想上哪玩 我们自己就可以玩了 杨王U8 这个道歉坡 对不对 长佛坡等等 很多坡 刚刚都上去了 而其他某些车都没上去 对吧 是不是这么回事啊 这已经证明有实力了 你还要干啥呀 就问那只臭吼的 约了你好几回 你都不敢跟我见面 你是怕我打你啊 还是怕我打你啊 还是怕我打你啊 真有意思 啥也不是就跟那口海 就没见过这么损的人 我打你了吗 别人了吗 你打你了吗 谢谢大家